各位香辛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才我们大概谈到了 整个毒品的种类 然后我们社区的部分 大概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 萧校长 就以学校的部分 不单单中心国中 就全县的学校 依您了解的状况 到底现在目前 有没有类似 有年龄层降低的一个情形 还有一位来宾 说实在话 目前在国中端青少年 正是令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群 那的确这年龄降低 我以我的了解是事实 但是我想我们重点在家庭 学校设政警政等 要建构一个安全的 反读的一个网络 来全面的大家尽心尽力 来防堵这一块 所以要蛮在意的 那以我的了解 我比较担心的 我比较担心是说中错生 中错生意内呢 我们不理解 他有时候跑哪里去呢 整个造成家庭学校 都非常非常担心 那中错生呢 他只要现在三天不再 一定要通报 所以我们教育处里面 很落实 很要求 要赶快通报 那通报呢 我们的做界面的了解 我都鼓励老师 还有我们的训导人员 包含像本人 一定要做家庭访问 因为要了解家庭 我们才要帮他掌握整个 整个整个整个 所有的更详尽的一个事实 那将来来将对症下药 效果比较好一点 那第二类 可能大家比较忽略了 就有些孩子蛮辛苦的 他不得已 他必须攻读 那攻读的时候呢 他可能要多做接力一些工作 那为了有精神呢 他不得已 或是某些因素 他可能要吸食了 那刚开始他觉得 也不太敢 可是呢 一接触之后 发现精神百倍 发现他可以帮家里 可能解决更多经济状况 他可能就这样 可能就上瘾了 这我们也很担心 也蛮难过的啦 那第三种 虽然很少 但是还是有 就攻课好的孩子 他为了维持他的攻课 他有听人家讲 或者网路上 了解他的讯息说 如果这给你精神百倍 你整个晚上熬夜都没有问题 他为了攻课 为了成绩 他可能误食了 或是说 经不住的饮诱呢 他也加入息食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种 我们蛮担心的 另外一种 刚刚秘书长 跟宇月来宾一起强调的 现在是全球化的社会 全球化的国际化以后 很多讯息网路 视同发达 像刚刚提到的那包装 像科学面 像什么果冻 等等那包装 类似几种咖啡 不要说那孩子 连我们大人都看不太懂 真的 我们都很容易就误判了 那些孩子有好奇心 尤其国中生 国中生很在意同才 国小幼稚人都说 老师说 国中啊 同常都说 同学说 朋友说 同学朋友说 你感到吗 有时候孩子禁不住 同才的压力 他就试试看了 可一试以后 完了 为什么 因为通常试下去以后 只要一上瘾 那要回来 真的是蛮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在想说 学校端 如何做一个 有效跟实际的 我是觉得 第一个事前预防 事前预防一定要加强宣导 连各种集会时间 各位不要小看宣导 我们在集会时间跟个别时间 还有一些辅导课 或是说一些社团时间 我们来宣导 或是请一些贵宾 或请一些警政社会人员 来学校宣导 我们发现那是有效果的 因为有些孩子跟他讲 你那个就是那所谓的 可能是某种毒品 你不要做 为什么 他开始有辨识的能力了 或是有认知能力 甚至说也受好的同学影响 他不敢去随便接触稀释 所以这个事前预防宣导 再来说第二 在下一个阶段万一不幸了 那个我们叫什么 就要审慎处理 什么审慎处理呢 我一直认为 学校应该结合设政警的资源 全都不要结合一个人说 我去做这样不够的 如果把这个安全的反毒 那个联络网 把它造起来 用各种资源 来审慎处理这个问题 那这样又可以降低不少 那第三阶段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事后的检讨省思 各位不要小看 检讨绝对不是指责谁 或是把谁救 那不是重点 检讨省思是说 透过这个检讨 我们来做的不够 哪边做的不好 如果把这个网补起来 让它更健全 那省思呢 就是类似后色思考 怎么样对于新兴 千奇百怪 层出不穷 这么新的东西 我们怎么去把它降低 甚至阻止它发生 所以我们好好省思一下 省思的省思 就是所谓的后色省思 那这个三阶段来讲 我觉得三个阶段 每个都要做到大位 就是说我们事前的 那个预防宣导 那事中的省省处理 还有我们事后的检讨省思 那我认为啦 就是说 我就要透过这个安全联络网 我一直强调的 家庭学校警政设政 那些联络网等 让我们把它建构起来 那严密的防弱 再加上我们无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我不敢说一定没有 但至少我们可以大力 把它降低降低很多 那可以逼我们青少年 受到这样一个毒害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谢谢校长 我想校长真的就是 真的就谈到他 真正我们该怎么去防治 该怎么去做啦 事实上我们刚刚校长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会吸毒 他会有一个第一个是好奇心 这个新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也有人会告诉他 吸了油会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有人怂恿 就觉得说 来 吃看看 没关系 他就很好 你会觉得会享受 所以为了证明自己 很有气概 所以就试了 到最后就会上瘾 另外一个就是 在人情压力之下 好像朋友说 来 来 吃看看 来 没关系 所以会造成这样子 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 这些原来是社会人士才会这样子 刚刚校长讲到一个重点忠错生 会不会造成这样子 我曾经辅导一个飞行少年 我就觉得说 我就很担心说 因为他忠错 很担心说 他就会染上这个东西 我们会一直怕他 然后去 那时候我们就是跟分局一起来配合 来约束他 或者说找到他人在哪里 我想刚刚讲到的 每一个阶段 如果都能够付出一心力 我想是应该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校长这个讲法 可以提供给我们警察局 一起来努力来做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副大队长 就我们刚刚校长讲的 其实有很多现在的广告 又什么什么事 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很多这样的店 对不对 还用那个暗号 放松一下 还比较松 有这些暗号来做 这个吸食的一个方式 就这一点你的看法有什么 这个部分 我先提到 就是中错生的部分 对 那中错生首先是警察局 就是协寻中错生 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 是 那当协寻之后 这后面的进入校园 继续就读 或者因为其他因素 没办法就读 警察局这边会做一个追踪 然后也会密切跟 我们学校单位跟教育局 做一个密切做一个管制 因为那就是 这段青春少年 比较会出状况 这方面在我们 这么多的单位的协助下 跟管理 相信对他后面整个进入到成年之后 可能会有更好一个结果 那归纳这些原因 那应该都是交友不慎 那在此也提醒 那所有的家长 那务必留意小孩子 一个言行跟交往对象 那避免 那因为交往不慎 那误入歧途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咨询学校 以及派出所 那个人曾经在草屯的新光 帕首当所长 那当下我也曾经有一个经验 就是小朋友是中错生 那小孩子事实上是很善良 他也喜欢跟警察在一起 那偶尔我就会联络他 打电话给他说 你来 那你现在在干嘛 了解他现在的状况 家庭的状况 这个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 他比较不容易做坏 第二个 我可以了解他周边这些人的状况 来做一个后续的处理 那我后面有继续追踪 这小孩子最后成年了 他很正常 他也没有一些飞行行为 或者一些犯罪行为 那在这里提出来一个参考 是 那针对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一个 挂羊头卖狗肉 这些店 我们有没有怎么去处理 警察局 依所有的 我们所查期的经验里面 一般是以娱乐场所 那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是以 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 或者包装等等 什么说户户店啊 什么这些店 这些 我们都是列为一个 抑制 抑制 抑制事故的场所 所以我们在 所有的情务座委里面 会要求分局 加上一个查查 那做一个好的 在社会安全网里面 做一道好的一个 的一个防护 是 谢谢副大队长 那我再请一下一下 施远 就您看您觉得说 学校的部分 刚刚校长也提很多嘛 那警察局的部分 当然也配合这些 查记的工作 那您觉得 学校跟 年龄层降低 然后跟 我们警察局的工作上面 您有没有特别的看法 刚刚也听到 萧校长的说明 这些族群或人口 基本上大概 装错生 这个部分当然是 应该也是 比例也是有啦 但是因为目前来讲 可能经济 或生活的形态 很大的改变 所以在夜间 不管是工作 或是兼差工作的人口 好像比例比较 也蛮多的 比如说刚刚讲的 工读生 或是功课好 我在想可能应该 会去做这样的话 可能也不会算很多啦 那对重要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就变成家庭生活上 因为父母亲也都 可能在忙 也忙 所以对于小孩的 就比较会输以 来关心跟注意 他们的平常的生活 或是状况 所以像这个部分 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 这个工作当然不会说 到哪一个阶段就 就完全会消失 因为这种 这种毒品的东西 就跟其他的 会一直这样 持续下去 那你如果没有 想办法二组的话 他就是一直会在往上扩张 那你有用设法来的话 他就会比较下降 所以我是觉得说警察 警政单位这个部分 当然应该是重点 还是在查记 这个吸食啊 或者是制毒啊 患毒啊 还有印毒这方面 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都是有组织性的 然后甚至还有用枪啊 还是什么 你说叫我们老师啊 老师长啊 或是社区的这些去搞 搞这个的话 可能比较有困难一点 而且也危险 所以我们在 在设政方面的话 当然就是配合我们社区的 这些协会也好 或什么 来做社区方面的宣导 甚至来怎么样去加强 当然也配合警政一部分的 方面的来做协助 还有包括协校的部分 当然就是 刚刚我满赞同的 一定要落实那个 对于那个家庭访问 去关心了解 小朋友的关心了解 这个一定很重要 当然另外就是说 在吸食然后被判刑 不管是乐界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也有相关的单位 在后来也会做这些辅导 我想这个都应该 后来变成说我们变成要 钱民一起来杜绩这样的一个 他的资深 那我在想我们还是要 还是要经常性的来做一些 工作方面的监讨 让他确实能够对症下药 不要说我们看的速度好像都有降低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这种状况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南投县的部分我倒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媒体 新闻比较喜欢报导 北部的新闻或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南投方面 我说真的 我也不太相信说我们这个都没有没有查击到这个制毒啊 患毒啊这方面 而且比例那么低 所以像这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真的不要说有铜鸟的心态 大家好像把这个事情尽量掩护住啊不要去曝光啊或什么的 我想这个没有逼啊像警政单位你有抓到这一方面的话有这个绩效有这个时机的话 大可我们就包括在议会啊或是在媒体上我们就尽量让他曝光 就表现出我们确实有这个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忌毒跟那个防毒的工作 是 谢谢 感谢石议员 那其实我觉得就说我们怎么样去宣导也要让民众知道说当你吸了毒以后被 被抓到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刑者这些可能要让民众都知道 民众可能不了解 没什么要紧了 所以我想这一点就请教一下 丫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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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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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身知道 也要給他非常大的一個警訊 喔 如果沒到的時候 就是下去槍斃啦 啊不然就是說 最沒有 就是說 我們 編省 能夠讓他能夠 有很大的警惕 不是呢 我們說實在 如果冠冠的 又出來了 包括要頭 當然要頭也是 冠冠的比較長而已啦 很多要頭 要抓到 可能也很差啦 我 大隊長 你可能也知道 有很多都是 都也是替身 去關的啦 真的要抓到要頭 所以說怎麼樣 確實怎麼樣去 抓到這個要頭 這是我們 警方要去 努力的地方 至於司法方面 我在這邊也以重心長的 再次 服役 我們的司法單位 對於 這個是會 對 對我們的國本 動搖我們國本的一個 這個毒品 要 做很慎重 很強烈的一個 這個嚴重的一個 這個管理 跟包括 行責啦 讓我們這個 真的賣毒的人 這才會這麼要頭 能夠有一個很大的警備 譬如說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菲律賓 菲律賓 有幾個這樣的一個 示範 我想 這個也會對 對嚇阻一定有用 有很大的一個 嚇阻的一個作用 要不然 這是來講的 他一個人 為了他自己的私利 過激 這麼多的一個家庭 我想 這是 危害我們國家 這個 這一個 包括這些 這些小朋友 我想 這個 當然 人本 是需要 但是 對於 動搖國本的一個 根源 我想 冠雪是很重要的 是 我想 廖院講到一個 重點 事實上 我們的 總覺得說 對整個販毒 或者吸毒 這些 真的是 他們的行者是太輕了 而且常常 我跟想 你們也會 很無力感 今天抓到了 進去 然後等一下就放出來了 像類似這樣子的 我們都會覺得說 到底我們的 檢調系統裡面 到底怎麼去看 真的是 就是我們法院怎麼去判斷 這都有 有賴去 去改革 甚至 我們看到說 還有 一些學者建議說什麼 吸毒是病態 他不是一個 社會治安的問題 他因為用生病來看他 我覺得這個就有一點點 有點離譜了 這個什麼病態 本來就是 不應該有的 對不對 所以 其實我們看吸毒 就像我們去辦一張 信用卡一樣 我刷卡的時候很快樂 但是要還債 還卡債的時候很痛苦 所以這其實這個是 一模一樣的 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再請教一下校長 有些看法 看你的看法怎麼樣 不要離開 馬上回來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